搞得这个印欧走狼儿 那就是打打嘴炮而已 这个是完全出于对一带一路的嫉妒 前理委税化民接受中国节目访问 替一带一路政策辩护 现在的台湾的悲哀 就是蔡英文集团死爆美国大腿 不惜牺牲台湾人自身的利益 还有前驻纽西兰大使借文集 上中国媒体节目针编台湾时事 中国近期广邀台湾卸任公职 清兰民嘴甚至民调负责人 尤其今年9月8日 中共中宣部及江苏省台办主任令月勤 就透过南通台办 邀约在台具有影响力的深蓝正媒人士 名为调研台湾正勤 实则传达中方希望主导的舆论走向 当中就包含借文集与帅化民 不管是在民调上面 或者是台湾的相关政论节目上面 它就起到了带风向的作用 那第二个是这些刚刚我讲的 所谓包装成所谓的学者专家 好像有一定的公信力 在短影音 大家没办法迅速的去 这个试读的时候 去辨别的时候 他就他会用假包装的 公信力的效果 来制造这个短影音的 这样子的一个可信度 那这个当然就会成为一个 有效散播的基础 等于是双管齐下 记者求证帅化民 他表示的确有跟令月勤吃过饭 但饭桌上没聊到两岸 对方也没要求回台要做什么 这问题则是以不方便接电话为由 截稿前尚未取得回应 只是随着大选越来越近 中国借选手段恐怕只会推陈出新 继续文中不倒